各位同學大家好,這條是2016年最多人答錯的選擇題 第1題,第25題 有61,166人去考,有21,408人答對了 但差不多有4萬人答錯 這條題目,如果你想自己試,就按個暫停按鈕 英文版就在這裏 中文的同學說,如果這兩條線是直線 如果它是perpendicular,即是垂直,互相垂直 而且會相交於一點 Intercept at one point,即是相交於一點 on the x-axis,即是在X軸上 即是說,如果它的X軸是這樣的 這兩條線會相交於這個位置一點 這個資料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知道這個資料 其實要代替Y是0 代替Y是0 所以這兩條式,其實變成了什麼呢 就是說,H,X,Y是0 0成任何數都是0 那就加回15等於0 這裏Y是0 你就會變成4X-5等於0 這兩條式,X的座標應該會一樣的 因為它相交於這一點 所以X的座標應該會一樣的 換言之 這個X等於-15 over H 你調個15過去 0-15,即是-15 再除H 就會等於你調個5過去,再除4 好了 那你就可以計到 這個H 是吧 H應該是-15除5 即是-3 4乘過去 4,3,1,12 所以就是-12 行不行 但現在別人問你K 別人問你K 你還有什麼資料還未用呢 就是這個 Perpendicular to each other 互相垂直 互相垂直 即是你要找他們的斜率 雙乘是-1 這個你一定要認識 斜率雙乘是-1 但你如果給你一個general form 給你一個一般式 那你怎樣找一個斜率呢 沒錯 就是-a over b 即是說-h over k 再乘乘 負4 over 3 就等於負1 將負12代下去 所以你就會變成12 除K 就等於3調過去 負4除過來 即是3 over 4 所以K 你會計算到48除3 即是16 Answer呢 就是-d-dot 這條數呢 就是這樣做 難度呢 就在哪裡呢 我再重複一次 就是說 它有兩個資料給了你 第一個 Perpendicular to each other 互相垂直 垂直 一定要懂得用這條式 雙乘是-1 第二樣東西就是說 它 怎樣找一個slope的斜率呢 這個slope的斜率一定要 如果你想快就背公式 就是-a over b 你自己抄下它 如果你背不到 -a over b 那你寫了兩次 -a over b -a over b 兩個相乘-1 你就可以計算到 但是第二個資料呢 就是說 Intercept at a point on the x-axis 所以你一定要代 y等於0 一定要代y等於0 這個是 不要撈亂 不要不小心代x是0 清不清楚 那你就會設定 這兩條式代了下去 x座表會相等的 所以你要把它等同去 你就可以計算到h 因為你要找到h 你才找到k 行不行 就是這樣了 希望這條題目幫到大家